另外一個最新消息 要提醒大家 網路上有很多的造假文 PTT上面就有一篇說 中央徵用臺北快篩 送到疫情不嚴重的高雄 還說這個車子還翻車了 後來被發現這根本是造假的 而市府也反控虛構不實 報警處理 警方後來找到人了 他真實的身份是新北市一間 這個雙和醫院的醫師 雙和醫院後來證實了 也發了聲明 說經過調查之後 他是醫院的麻醉科主治醫師 平常服務的情況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疫情期間 發表疑似造謠 這些不恰當的言論等等的行為 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了醫院的信譽 所以會依照院內的規定 進行審議跟調查 依照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如果旅券不聽的話 會考量不再續聘 這是一個最新的消息 提供給您